主料,低筋面粉30克,细砂糖50克,辅料,牛奶250克,蛋黄两个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-2小时,蛋黄与细砂糖一起放入打蛋盆中,用手动打蛋器搅打至糖花,牛奶慢慢加入到蛋黄中,搅拌均匀,将低筋面粉过筛到牛奶蛋黄椰中,搅拌成面糊水, 将面糊水一边小火加热,一边用刮刀不停搅拌,直到面糊水慢慢变得浓稠,成为酱状,即可关火,做好的酱料用保鲜膜包上,放入冰箱冷藏上半小时,最后搭配泡芙一起吃,味道把棒搭,烹饪技巧,注意事项,1-配方中介绍的是基础的卡士达酱,还可以将带奶油打发至有不消失的纹路, 其六成花的时候,与卡士达酱混合,搅拌成奶油卡士达酱,2-卡士达酱的用途是很广泛的,不单单可以用来填充泡芙,还可以用来做卡士达吐司,味道也是相当不错的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